大家好,我是化骨龍 又到了週末的時間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給大家看一條二穿一 我想改變一下過去的策略 以往想提供一些分頭之餘 很有信心的賽事給大家 但發現其實很難去這樣 所以我不太看賠儡 今天提供兩場給大家 第一場是西式尼流浪者的奧積賽事 記住大家早踢的,下午四點多開球 又賣襯手 要了西樓又讓平半的1.97倍 第二關我就要了利華古遜德甲的賽事 今晚德甲的毒氣對著史特加 想要一個大的,但看到中位數開到3.5球 2.5球的賠率只剩下1.45倍 沒有太多看頭 但我相信這場三球都頗肯定 所以1.45倍就1.45倍 穿起來也有2.86倍 200元買其實也有點分頭 又不是很弱的 2穿一就派回500多元 簡單單,希望機會可以大一點 幫大家贏錢 先看頭關賽事 西樓對著紐卡蘇噴射機 如果有看我上星期的影片 大家都知道我對西樓 雖然是情有獨鍾,但我都不是盲撐的 看一看 他很少主場賽事 暫時到現在 唯一一場主場輸給FC色尼 FC色尼打什麼球 即是高兩班起碼 跟大家看看FC色尼 上季的成績 今季只開了幾場 連賽就不好看了 上季其實FC色尼是拋來贏的 拋來贏的 27場贏了20場 主場成績 比作客成績更加好 所以 作客輸了給一隊主場這麼強的球隊 其實是無可後飛的 亦無可願的 輸了兩球 FC色尼是班霸 大家留意一件事 我當作我 FC色尼不算 因為是高兩班 我看是港超的 傑智 你無端端輸了兩場給曼聯 你會覺得傑智很差 所以我查了這兩場對FC色尼 其實大家看看近期沒有輸過 而且全部都是作客賽事 作客賽事力保不敗 上場回到中立場對著思考已經和2比2 雖然贏不了讓球盤 那場我都撐了西樓 但我當作一個熱身 今場回到主場賽事 零食有威力 我有數據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主場的成績 今季不要看 今季只看了四場 看看上季 西樓的主場成績比作客成績好 得分亦高一點 還有看紐卡蘿勳射機 其實今季暫時還未贏 因為這場讓平半 我相信是助王亡贏 拿著蝕著半個盤來踢 半格搏一格 我覺得這對西樓流浪者也非常合理 今場跟大家分析到這裏 希望這對西樓可以帶來一場主場勝仗 因為很久沒試過主場賽事 威力亦有 只不過機緣不太好 今場推薦西樓給大家